你好 欢迎收看10月2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莲县三节生活物资发放今年改以物资券的方式 让符合资格民众可以就近购买生活用品 而到9月底有18,864位领取 但是还有1,300多人没有兑换 使用期限只有到10月31号 县府社会处提醒还没有使用的民众要把握最后的机会 到县内的全联案买家乐服统冠金农会来使用 口粮耗费人力物力民众搬运不便 加上发放物资未必为民众所需 花莲县府社会处将历时13年的三节发放物资 1月12年起改为发放幸福花莲生活物资券 物资券600元以发放低收入户、中低收入户 及零有身障生活补助支倾度身心障碍者为主 社会处表示为了照顾县内弱势家庭 减缓其经济压力、安定其生活 发放低收入户、中低收入户 及零有身障生活补助支倾度身心障碍者 至今年9月30日共18,864位领取 目前已有17,521位民众使用生活物资券 使用率达到92.61% 但仍有1343人尚未兑换 生活物资券使用期限从5月26日至今年10月31日 若预期未使用则不予兑换 不予符合资格民众把握最后时间 至县内全联爱买加勒服统冠及农会使用 确保自身权益 记者长方燕华联士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'